我俩从在一起到现在 业会的次数真的超不过十次 他太懒了 不愿意出门 也不愿意走路 我天天像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 他不仅不干活吧 我干活他还百般挑剔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的控诉 一段恋情 当中有如此多的抱怨 这段恋情还能继续吗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甘肃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倩21岁 同样来自甘肃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女生想分手 对不对 小片里控诉了那么多对吧 谈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多 半年多 分手就分手呗 为什么非要到我们这分呢 因为就在底下就要跟他分手 他就一直纠缠着不愿意 为啥这样呢 分手就分呗 干嘛要跟人纠缠呢小伙子 我也感觉这个平时都是一些小事情 我感觉没必要分手 其实我感觉我们的感情还是可以继续的 你是来这儿要分 对 你同意来这儿是因为你觉得可以继续 对 说说吧姑娘 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分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懒 对 我现在就越来越过风 反正我现在是忍不了 我俩刚在一起还处于热恋期 那个大世界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挺好 没有什么问题 完了我俩 现在就在一起 时间越来越长 他就问题越来越多 还不爱出来平时 我每次约他 他都推三组四的 要不就说 今天外面风太大了 要不明天就太晒了 要不就后天周末人太多 他就反正不愿意出来 明天我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 我俩约着去逛街 完了到一家服装店 我就想进去看衣服 我说那你帮我在那个生意家门口看一下 衣服好不好看 他一屁股他就坐在那儿 他也不愿意看 完了那你就帮我和包和那个外套抱上呗 然后他也懒得抱我 没办法我只能放他旁边 等我把衣服换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包里的钱包就不见了 我当时特别就急 我就说我让你看着这么一点小东西 你都看不住你还能干啥 我当时不在玩手机吗 你说那你钱包放包里 你也没跟我说得太明白 我不也没在意吗 那丢了就丢了又没多少钱吗 你非得跑到这儿说这事吗 也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那我包里还有身为债银行卡 这些我补办起来都特别麻烦 我东西都丢了你都懒得去追 那你帮我就当什么了 那不是我不去追啊 我当时就感觉有人在一边还是蹭 那我也没想到他是偷钱包的呀 行 知道了啊 还有别的吗 有啊 还有一次就我俩都约好去看电影了 我都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了 他还没有来 我就给他打电话 你咋回事啊 这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了 他我就一听他还就刚睡醒的样子 他就跟我说就给我找杰克 完了说小区那个电梯坏了 楼梯他还懒得走 就说那我们下次再约呗 那你说我都等你这么久了 完了你就给我说下次 那不是我不愿意来呀 电梯坏了不那怎么下来呀 再说你说你那天找的那电影院 离我家那么远 你就不能找个纪念的看吗 纪念的又不是没有 那不我家离电影院更远吗 但是我早上我也不早早的起来 收拾化妆器 给你看电影 我还想着还挺高兴的 完了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不来 现在我把票都买好 都不能退了 你跟我说这样 那你票不能退 你就不能找别的朋友看吗 你非得拉着我去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平时把你出去 对对对对 这个说到核心点上了 那你说我 你应该约着曲总他们去看看就行了吗 你干嘛非要那么懒 你跟别人看就得了姑娘 那我他是我男朋友呀 那我跟别人看 跟他看的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问你呢 懒的 没电梯还不活了是吧 你当时怎么就看上这臭小子的呢 那当时刚在一起 我不觉得他挺好 没有这些问题 谁追的谁呀 那个是我追的他 当时是他一闺蜜跟我一哥们 不是出对象吗 然后他那闺蜜过生日的时候 就我们一块吃饭 然后就认识了 都感觉对方还不错嘛 然后就留了个联系方式 然后一天联系 联系之后就在一起了 哥们你真的这么懒吗 约个会都不愿意下楼啊 那不是我不愿意下去啊 那不是我当时我们家12楼 那电梯停电了 走下去不就得了吗 那我刚才 你才23岁嘛 他就是懒 我就想着我俩 本来约会的机会就不多 还总就要说 今天去哪去干什么 这总是闹得我俩不愉快 那我就想 那就总这样不是回事 就干脆就住一起 就还不用天天出去约会 谁知道我俩住一起之后 就他的问题越来越多 你还真挺主动的 就就行吧 反正姑娘说我爱了 那怎么办呢 是吧 行 在一起了就发现 他就要了命了呗 他就照顾不好 自己的起居生活 他还拉里拉他 每次他也平时不咋出忙 我就说你偶尔出去一次回来 你就把外套和鞋通了 你再躺床上 他每次回来 他就不 他就直接躺 就有一次 你说外面都下大雨了 他回来之后 他鞋也不脱 外套也不脱 直接躺床上 地上全是他鞋 带了一斤连的泥和水 那你说 你当时把外套和鞋 脱了就怎么了 当时我不会没忙 我跑了一天 我不累嘛 又下那么大雨 我回来 我休息一下 我怎么了 这挺符合他的特征的 就快累死了 对吧 那弄脏 他确实跑一天比较累 其实也不咋说 每次弄脏 对对我来收拾 我也没见你收拾过 不收拾家懒 是吧 对 少爷呗 因为他这个懒 他就从来不吃鱼 你知道吗 因为他懒得挑刺 不吃鱼啊 对 他懒得挑刺 每次就 我给他买好 他喜欢吃的水果 他都宁愿把水果就 放块 他也不愿意去洗了再吃 每次到我给他买好 洗好 再给他切成块 放他跟前 他还特别爱睡觉 就睡一天不吃饭 不喝水 就完了 我就想这样 特别伤身体 我都把饭做好 端在他跟前 就在这样 他醒来 他躺床 玩手机 他都不愿意去吃饭 那你喂他吗 孩子 你喂他呀 你那么爱他 喂吗 那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 那你就等着我 还给你喂饭吃吗 喂了吗 我不喂 我以为是喂的呢 是想让他喂来着 对吧 不是我不吃 你说那刚睡醒 那人刚睡醒 那肯定都没有胃口 那我休息休息 那我再吃就行了吗 那你说饭都放凉了 那你宁愿 花这个时间 去玩手机 你都不愿意吃饭呀 那我不吃 那我玩玩手机 我自己我肯定会去吃的呀 那我等你 我得等到什么时候